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悠悠 看到没有 这两只又开始有那种踩背的行为了 这是一对淑女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小幼崽 也是歌友们想看我今天才拍的 不然我这两天不打算更新这个的 还有别的歌子要拍 有的歌友就是很关心这个小幼崽的 看看羽毛都长成这样了 这一次这个淑女偏绑了 绿色长得不好 看这边是没有那种绿色的 太让人伤心了 怎么长成这样了都不漂亮了 这一次觉得OK 细滑 超细滑 这个会像这个母鸽子一样的 基因不稳定 但愿只出这一窝这样的吧 可爱是很可爱的 马上就可以下窝了 因为现在我就发现这个种鸽子 有点不喂她了 看 淑女这个胃仔我感觉很差劲的 现在空的 粮食在这里 总鸽不知道吃 还挑食 我就先不问她了 让她们自己喂 之前我养过一对树女 有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 最早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掰嘴喂 她总鸽不喂的 张嘴了 穷人家的孩子少当家嘛 她们都是差不多15天 就能自己做食 如果总鸽不喂的话 因为我喂 我要老时候不能照顾的那么好 对吧 要上班 她们中途饿了 等晚上我去喂食的时候 她们就特别的积极 甚至就是自己做食了 我们来看一下总鸽 这里总鸽的鱼色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出来小幼崽既然这样了 朋友们 你们有养过这种鸽子吗 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这种鸽子应该长大之后 再配对应该不会是这样 因为她的基因乱马了 出幼崽应该不会的 总鸽是花型绝对没问题 层次分明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看悠悠家吗 我家的某一种鸽子 现在观看鸽很少了 可以给我讲 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来拍 我打算最近这两天更新一期鸽子加费的视频 朋友们再见